人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 其中包含着各种神奇的构造和功能 然而,尽管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自己的身体 但很多关于人体的事实我们可能还不知道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会介绍关于人体的十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实 一,人体的骨头可以重建 尽管成年人的骨头比较固定 但是人体的骨头仍然有能力重新生长和重建 这种能力在幼年时期更加明显 但即使成年人,骨骼也可以透过健康的饮食和运动来得到保持和强化 二,人体的眼球可以识别超过100万种颜色 人体的眼睛可以识别出很多种颜色 但你知道它可以识别的颜色数量吗? 其实,人体的眼球可以识别超过100万种颜色 这一位柱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微妙的色彩变化 三,人体的唾液能够消除细菌 唾液不仅仅是用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的 它还有消灭细菌的作用 人体的唾液中含有抗菌酶 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口腔健康 四,人体的体温可以受到情绪的影响 我们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可以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很大的影响 其中之一就是体温 当我们感到紧张或激动时 我们的体温通常会升高 而当我们感到悲伤或沮丧时 体温则会降低 五,人体的心脏可以产生电流 人体的心脏在收缩和放松时可以产生电流 这种电流可以被测量并用于诊断和治疗心脏疾病 六,人体的皮肤是最大的器官 人体的皮肤是最大的器官 它的面积大约是身体总面积的16% 皮肤有很多的功能 包括保护内部器官 调节体温 感受触觉和疼痛等 七,人体的唾液能够改变食物的味道 唾液不仅仅是用来帮助消化食物的 它还能够改变食物的味道 唾液中含有酶 可以将淀粉质分解成糖类 从而改变食物的甜度 八,人体的肠道里有大量的微生物 人体的肠道里有大量的微生物 总数甚至超过了身体内的细胞数 这些微生物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 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产生维生素和保护免疫系统等 九,人体的脊柱是由24节锥骨组成的 人体的脊柱是由24节锥骨组成的 这些锥骨之间的软骨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保护脊髓和神经 十,人体的肌肉可以产生力量 人体的肌肉可以产生非常强大的力量 有些人甚至可以举起自己的体重 这是因为肌肉可以透过肌纤维的收缩产生力量 并且可以通过力量训练来增强 总的来说,人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 其中包含了许多神奇的构造和功能 尽管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自己的身体 但仍有许多关于人体的事实 我们可能不知道 通过学习这些事实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身体 并且更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身体